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月28号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说到隔夜美国股市大跌 再加上A股本身有调整压力 这双重因素的影响下 今天A股各大指数都是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 并且如果下午不出现大的变化的话 那么今天互生两市的成交量应该会进一步萎缩 跌到9000亿的下方 同时北乡资金今天上午也是呈现出了一个 加速流出的迹象 那么另一方面 目前无论是美国股市还是上阵大盘 短线的头部形态已经是出来了 所以单单就这个方面 我们就可以认为A股的调整现在还没有结束 那么大盘的强弱指标 券商板块今天上午也是一个量价齐跌的表现 目前我们还是维持 这一波调整的绝对低点 应该会落在上阵指数3470点 以及券商板块850点附近的位置 但是要说明一下 这个判断不排除会因为外围市场的表现 而出现调整 如果一旦有什么调整的话 我们也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那么这是今天中午的节目 详细情况我们晚上再来聊一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